大家好,我是中山醫學大學附社醫院糖尿病衛教師林玉芝 在糖尿病衛教師服務 大家有問題可以過來找我們 咨詢或者是聊聊你們關於糖尿病的知識都很好喔 有些病人或者是民眾可能經由捐血發現自己有糖尿病 因為這樣的事情可以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其實也蠻好的 在這樣的情形我們可以先由自身的管理做起 看看自己是不是有一些飲食上的不均衡或者是運動上的不足 藉此可以了解說身體的狀況 並且當下應該是要到醫院去做一個了解確診的動作 一旦醫生說我們真的是有糖尿病 那就要積極的控制來了解我們的病情 並且加以診治 然後跟醫生合作還有一些營養師衛教師的團隊一起合作 讓我們的身體達到健康 將我們的疾病糖尿病控制到一個良好的狀態 糖尿病的家屬時一般如果家裡有人有糖尿病 譬如說像你的爸爸或你的媽媽其中之一有糖尿病 一般離病的機率可能是三倍 那如果是爸爸媽媽可能有糖尿病 有些研究報告是說會是一般人的六倍 這樣子的我們的機率都會比一般人還要高 所以在我們在飲食生活的注意來講 就要比一般人更控制 像一些含糖飲料或者是一些不良的食物 比較不健康的食物就避免攝取 盡量攝取六大類天然的食物 除此之外我們的規律運動 還有日常的生活作型都應該要保持良好的習慣 那身心也要放輕鬆適度的休閒活動 都是可以避免我們血糖惡化的情況 糖尿病患因為血糖過高 所以也容易感染或者是搔癢 或一些零零腫腫的問題 那如果傷口比較不容易癒合的話 首先要先了解說是不是血糖控制太差 這樣子的話可能是自己的問題 飲食或者是藥物沒有按時遵守 醫生的指示規定服用 或者是說我們在運動上平時就沒有好好的規律運動 導致說我們可能是因此而血糖控制不良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已經有傷口了 可以先到外科的傷口中心去做照護 進一步來把傷口照護好 那除了此之外 本身的血糖也要盡速把它控制下來 傷口也比較容易癒合 那依照醫生的指示定期換藥跟追蹤 糖尿病的患者呢 他的免疫功能會比較差 他的皮膚呢也會比較差 一般糖尿病病人有可能是老人家 他的身體的皮脂分泌比較少 油脂分泌也比較少 比較容易乾也比較容易癢 因此呢 盡量避免說用比較刺激性的肥皂 可以用中性肥皂 我們穿的是舒適綿質的衣服 不要穿太緊 那我們洗完澡呢 或者洗完手之後 建議可以擦乳液這樣 讓它保濕 糖尿病病人有些會有行精病變的問題 那可能輕觸感或者是一些比較震動的感覺呢 會比較弱或者是甚至是沒有 所以有時候糖尿病病人他們在受傷的時候 或者是剪指甲剪到流血可能幾乎都是沒有感覺 這樣的情形如果你刺腳走路 踢到石頭 或者是扎到自己的腳 可能也沒有感覺 所以很危險 所以盡量避免說我們刺腳走路 盡量刺穿包鞋 在做戶外的活動上會比較安全 大家都會出國旅遊 或者是親朋好友出去玩 這樣子非常的好 出國旅遊的時候呢 或者是出去玩的時候呢 如果你是出去玩五天的話 就記得帶兩倍的藥量就是十天 那你出國十天呢 記得帶兩倍的藥量 大概就是二十天的藥量 記得把兩倍的藥量呢 各分開放 譬如說你五天的旅行呢 你就五天五天分開放 因為也是有一些病友會在旅行的途中呢 因為飛機的轉機啊 或航空車的問題 然後藥物會不見 這樣子不見的問題呢 他都沒有辦法在國外取得到藥物 所以你一份可以放在自己身上 一份可以放在 在水行的親友身上 那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騎載血糖機 在國外進行監測 國外旅行雖然非常的好 出去玩雖然非常的輕鬆 但是呢 在飲食上也是要注意 避免大雨大露 也是要均衡飲食這樣子 那在 如果是做航空公司的話 有些航空公司有 糖尿病的特餐 那也可以跟他們做訂購這樣子